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關 使用 益神菌 的一些 方式 那 這是海豐的飼料 剛剛已經 泡了一下 讓飼料軟化 那再來這個是 益神菌 益神菌 我會撒一點點 在飼料上面 大概均勻讓它 可以吸收到的部分 OK 我不會用很多 其他留著的再把它倒回去就好了 其實益神菌 它能幫挖 消化腸胃之外 也可以健胃 所以 如果沒有 用飼料位置的部分的話 我下次會分享用 蓋粉 那飼料其實一般 還是會有少許的 蓋啦 我大部分都是只會加 益神菌而已 大部分只會加益神菌而已 那 再來就是我會像 先讓飼料 跟那個 益神菌的部分 先混 再吸收多一點 那然後 我有可能再 噴一點點水 讓它整個人 包覆在裡面 大部分就是這樣子 開始 完之後 我就要開始餵挖了 這隻就是那個 蜜乳 你看我現在講的 這個飼料可能就會比較大一點 其他的 可能就比較均勻 那這個可能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各位可以去 大概 去抓一下那尺寸 讓挖 讓它 不要有過量的 被隱私的問題 不然有可能會 太薄 又是它 這一隻 就是 昨天 從高速掉下來 大概進來的 今天是第三天了 現在看看 進尺的狀況怎麼樣 OK 它好像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還是會死完之後 再把它蓋起來 還是要把它放到 還是要把它放到 休息區 再換下一隻 這隻是 這幾天才 剛去取回來的霸碟 紋路要清晰一點 那它 紋邊的部分 有一些白邊的紋 反應非常好 轉身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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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鋪都很漂亮 轉身鋪都很漂亮 OK好 吞死了 再換下一次 這一隻 這一隻也是一樣 只是它的紋路的部分 會比剛剛另外一隻 比較凸顯一點 這一隻昨天 其實我才剛 今天算也是第三天了 昨天我有稍微餵食了兩顆 海豐的適量 那因為 我已經有衛死過了 但是我發現到它 真的有點太瘦了 可能就是 剛取回來的時候 挖上 上頭那邊的 對它的衛死可能 還沒有到很多 所以呢 我就可能 再挑 小顆一點的 小顆一點的 再給它補足一下營養 大致上 這麼小顆 OK 你看它還是想要 進食 因為它的 目前狀況 它需要進食 有可能就是 想要在吃東西 我大概就是 控制這樣子的量 然後我再 再觀察個 兩三天左右 看它的排便到底順不順 以上是我用 飼料加 益神菌的使用方式 那我不會加蓋粉 謝謝